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今天我們圍繞著兩個話題展開 一個是川普總統奪回眾議院的計劃 精進的共和黨第三號人物斯特凡尼克 有望成為川普計劃的關鍵人物 另一個是在大峽谷的地面行動的進展 這個行動現在已經觸動了拜登的司法部 那麼 司法部的干預能否達到目的呢? 我們先說第一個話題 最近 川普總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明確表示不會競選2022國會議員 再成為議長 本週 川普在他的新澤西高爾夫球場 為國會共和黨主席眾議員斯特凡尼克 舉辦籌款活動 讚揚斯特凡尼克作為共和黨的領袖 前途無量 看起來斯特凡尼克有可能取代麥卡錫 成為下一屆的新議長 根據《紐約郵報》報導 6月9日下午 川普在貝德明·斯特 先和紐約州眾議員斯特凡尼克 進行了一對一的會面 最後和大約20位頂級捐助者 舉行了一個半小時的圓桌會議 晚上在一個更大的接待室 向幾十名支持者發表講話 之後拍照和客人聊天 《紐約郵報》拿到了川普 對大約50名支持者講話的部分內容 川普稱讚愛里斯·斯特凡尼克 作為共和黨領袖 是一位有望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 職業生涯的超級明星 他說 愛里斯令人難以置信 而且忠於我們的運動 我們必須確保他能夠大獲全勝 籌集到他需要的資金 來幫助領導我們的政黨奪回眾議院 這裡 川普說到了 幫助斯特凡尼克領導共和黨 贏回眾議院 川普還說 看到有一些激進的瘋子 瘋狂的民主黨人追著噴擊愛里斯 這意味著他作為共和黨會議主席 做得非常出色 上個月 愛里斯·斯特凡尼克 取代小切尼 成為眾議院共和黨團主席 第三號領導人物 川普還讚揚斯特凡尼克 與共和黨議員建立聯繫的能力 稱他是一名有天賦的溝通者 並表示 我100%支持愛里斯 她將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職業生涯 我們必須100%支持她 川普還談到了共和黨在2022年 重新奪回眾議院的戰略 並批評喬·拜登最近幾個月的領導 《紐約郵報》報導 當天的活動籌資超過25萬美元 第二天 斯特凡尼克發推表示感謝 稱川普總統是她的朋友 她說:「感謝我的朋友川普總統 舉辦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活動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共和黨團隊 共同努力 在明年11月獲勝 美國人民看到了白宮和國會中激進的 極左社會主義者對我們國家的破壞和解體 風險大的不能再大了 斯特凡尼克還說 在川普總統的支持下 距離我們永遠地解雇南希·佩洛西 還有516天 從川普對斯特凡尼克的高度讚揚 和斯特凡尼克的推文來看 他們在單獨會談時 顯然討論到了如何在2022年贏回眾議院 可能還討論了如何讓真正的MAGA 共和黨人贏得初選 確保明年迎戰民主黨候選人的不是犀牛 這些工作似乎川普並沒有和眾議院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討論 也許在2、3月的時候討論過 當時 共和黨高層都堅持支持現任議員 競選連任 聲稱這是共和黨章誠規定的 但是川普並不買這帳 特別是在彈劾川普的10名共和黨議員 川普是鐵了心 一定要在初選中淘汰這些犀牛 川普總統的高級顧問傑森·米勒也說 在愛麗絲的領導下 眾議院共和黨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團結 而且更有能力在明年11月重新奪回眾議院 愛麗絲已經在努力工作 並籌集創紀錄的資金來解僱佩洛西 拯救美國 他是一個鬥士 也是一個勝利者 傑森·米勒的話 與川普和愛麗絲的會談是相呼應的 同一天 6月10日 民意調查員理查德·巴里斯 在班農的戰情室發布了一個最新的民調結果 這個民調中的一部分 似乎是針對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的 理查德·巴里斯說 這個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美國人無法忍受凱文麥卡錫 40%的共和黨人現在對麥卡錫持非常不利的看法 巴里斯就此發表評論說 這份調查來自獨立人士和共和黨人 如果領導人如此不受歡迎 你就不能以政黨的身份發布消息 美國人受不了他們 在巴里斯眼裡 麥卡錫太軟弱 比如 大嗓們攻擊川普的小切尼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才罷免了小切尼的眾議院共和黨黨團主席職務 由此看來 麥卡錫未來想保住眾議院共和黨 一號人物的頭銜 可能會遇到挑戰 取代她的將是埃里斯·斯特·凡尼克 接下來 我們更新一下亞利桑那州的審計情況 根據老規矩 我們在後面的節目中 會改稱為地面行動或空中行動等等 根據亞利桑那州共和黨主席 凱利·沃德在6月11日介紹的情況 第一次實際票子的手工計算已經接近完成 剩下不到一個托盤 截止到週五 來自喬治亞州、內華達州、 賓夕法尼亞州、弗吉尼亞州、 阿拉斯加州、科羅拉多州、 俄克拉荷馬州、猶他州、 華盛頓州和密歇根州的代表團 已經在體育館參觀了地面行動業務 並正在研究他們自己的州 應該和必須做什麼來確保選舉誠信 沃德說 週六還將有幾個州到大峽谷參觀 除了有2000名志願者之外 更有成千上萬的人捐款資助這個地面行動 其中絕大多數捐款在5美元到50美元之間 但是 民主黨和左媒卻是信口雌黃 指控這個地面行動對民主是危險的 凱利·沃德回應說 這是在安全、透明和專業的環境中進行的 這對於民主來說並不危險 但是 對於民主黨人來說可能很危險 因為他們似乎不明白權利在於人民 沃德說 過去當其他任何國家 提出選舉有問題的時候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總是團結起來 要求徹底審查 但是 現在出於某種原因 民主黨人卻不在美國支持同樣的正當程序 實際上 他們已經從地面行動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比如 選民名冊軟件非常容易受到攻擊 選民名冊應該和駕駛執照綁定 直至選票可能需要加水印 或者以其他方式標記 來確保選民身份識別是必不可少的 選民名冊應該像醫療保險那樣 可以立即知道一個人何時死亡 及時更新 在週四 沃德和他的丈夫麥克·沃德 也去現場參觀了 他說 安保很嚴格 在體育館內的整個時間裡 總是有一個安保人員陪伴著他們 在體育館之外 亞利桑那尤其兵隊 提供全天候的安保服務 只有獲准進入體育館的人才能進去 手工數票結束後 人員將轉入進行見證評估 就是法醫式評估 對票子的圖像進行分析 我們看到在體育館 原來的手工桌大部分已經拆除 擺上了許多放電腦的桌子 這部分檢查馬里科帕縣當時並沒有做 對於大峽谷的地面行動 截止到今天 已經有16個州前去參觀了 其中有很多州很可能效仿這個做法 族外已經有14個州完成了州選舉法改革 這些進展確實觸動到了民主黨的神經 最大的挫折是民主黨的所謂 《衛人民法案》H.21 本週在參議院夭折 窮途末路中拜登的司法部衝殺出來 這個H.21法案是把聯邦選舉的管理權 從各州同攬到國會 當中的一些規定 可以確保民主黨有機會永遠當選 永遠執政 但這個法案在參議院遭到了民主黨議員 喬·曼欽的反對 為了以簡單多數通過這個法案 民主黨高層甚至要廢除參議院的阻撓議事 Philibuster也遭到了曼欽的堅決反對 即使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威脅 說曼欽已經不像民主黨人了 這也沒有能嚇到曼欽 最終 在本週H.21法案徹底死掉 我們應該為曼欽參議員點贊 6月11日 拜登的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表示 司法部將在30天內把處理投票權問題的 工作人員增加一倍 並將就提前投票、郵寄投票 和選舉後審計提供新的指導 在向司法部工作人員講話時 加蘭批評了對2020年選後的這種地面行動 比如亞利桑那州正在進行的重新計票 司法部將對選舉後的審計進行同樣的審查 以確保他們遵守聯邦法規的要求 來保護選舉記錄並避免恐嚇選民 司法部還將發布指南 解釋適用於選舉後審計的民事和刑事法規 這個說法顯然是針對更多的共和黨州 即將進行的地面行動 想嚇唬阻止他們 看來是真急了就要跳牆 他說 司法部正在審查他認為限制選民准入的新法律 一旦發現違規行為 將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 這是指有十幾個州已經完成的州選舉法改革 這些新的選舉法都要求投票需要出示選民身份證 縮短提前投票的日期 等等 加蘭的言論可以說是民主黨司法部 對共和黨州進行的地面行動和選舉法改革 迄今為止做出的最強力回應 不過 他沒有宣布任何具體的執法行動 至少他還清楚司法部其實沒有這個權利 像亞利桑那州參議院進行的地面行動 和共和黨州改革選舉法 這些都是州立法機構的憲法權利 是州立法機構在行使他們的憲法權利 拜登的司法部屬於行政機構 想要干預 只能是向法院起訴 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退伍女軍人 溫蒂·羅傑斯當天發推 正面回應加蘭 也是這樣說的 羅傑斯說 如果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 認為他有權利查看我們的選票和機器 他應該到法院去 如果他在多個法院已經授權進行審計的情況下 使用武力 他將違反法律 無法無天的暴徒就是他們的全部 至於加蘭說 司法部會就提前投票 郵寄投票提供新的指南 這類指南應該不具備法律效力 還沒有改革的共和黨州 抓緊修改選舉法 包括數票子的環節也要改 這才是上策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